杨超越说曾被朋友背叛 众人逼问情况 一细节暴露了孟子义人品 杨超越是一位备受关注的明星 他曾在雪秀节目《偶像练习生》中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近日杨超越在某个节目中透露了自己曾经遭受朋友的背叛 引起了大众的关注和议论 当主持人问及细节时 杨超越并未透露太多 当他表示这件事情发生在他开始出道的时候 他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背叛了他 这位朋友曾经是杨超越的朋友 但当杨超越开始走红之后 他的朋友却开始怀疑他的能力 并决定放弃对他的支持 事实上还试图破坏杨超越的事业 这样的背叛对杨超越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但他并没有放弃 他在节目中坦言自己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 希望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 孟子义是杨超越的好朋友 他在这件事情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被问及此事后 他表示自己非常清楚朋友的背叛对杨超越的打击有多大 因此他一直在尽力帮助他排解心理上的困难 同时也在帮助他提高魅力和表现力 更为关键的是孟子义在节目中透露了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暴露了他的人品和对杨超越的态度 他说在杨超越开始出道的时候 他对这个选手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 但他知道杨超越的家庭并不富裕 因此他曾经主动为杨超越提供了支持 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孟子义的高尚情操和对杨超越的真心关注 他不仅是杨超越的好朋友 更是他的朋友和最坚强的后盾 在这个表明光线的娱乐圈 这样的人真是难得意见 总之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在生活中 朋友之间的背叛是很常见的 但是我们也要珍惜那些真正对我们好的人 并且时刻保持自己的坚强和自信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同时 我们也要感激那些一直支持着我们的人 他们都在背后默默地付出着 杨超越的经历告诉我们 只有真正的友情和真心的关注 才能帮助我们在娱乐圈中生存和发展